大家好 我是Maphis 雞蛋妹 Nikon最近出了一部比較輕量級APS-C的相機 就是Nikon ZF-C 它的外形就像他們之前出過的FILM相機FM2 走一種比較復古的文青路線 因為Nikon不是經常出一種復古外形的數碼相機 所以有很多可能之前玩FM2的用家 又或者比較注重相機外形的用家 都會想知道它到底是怎樣 又或者女生我就會覺得特別喜歡這一類型 即是外賣協會的相機 今天就看看它 而且都會用它來記錄一下生活 現在就馬上開始 GO 先看看外形 Nikon ZF-C外形好似FM2 行復古的路線 機身用了美合金 塑膠和皮的材質 看起來都頗上心原目 不過它跟FM2不同 它有七隻顏色 有黑色白色灰色 米色中色珊瑚粉紅和薄荷綠色 除了黑色最耐看 萬年不敗款之外 米色和中色 我覺得外形的感覺都頗配搭 至於這部機 正機身重量大概390克 加上這支1650mm的卡鏡 大概就是525克 就算是女生一常拿出街 都不會很累 機身上有MASP Mode ISO 大門 曝光轉盤等等 銀黑色的轉盤設計都是很漂亮 不過使用上就要按緊中間才可以轉 感覺上就適合一些輕輕鬆鬆拍照 不用跟時間鬥快的人 如果不想那麼麻煩 都可以把這些自定件設定 為自己喜歡的光圈、大門鍵等等 機身終於有側面反螢幕了 它扭上扭下就算反轉吸也沒問題 另外螢幕也有觸控功能 它的觸控功能不單是拍照時可以使用 連看Menu時都可以使用 所以都頗方便 這個圓形的OLED電子觀景器 有236萬像素 旁邊有個小螢幕都可以看到光圈 這部機沒有內置的閃光燈 不過可以在上面的虛位放不同的配件 機身有Micro HDMI頭 Type-C 3.5mm接頭 電池放在機底旁邊 機卡都在這個位置 用小腳架就可以直接換電和換卡 不過我覺得它換電的蓋子 感覺上就有少少容易爛 那就要小心點用了 它的外形上很適合我口味 因為也挺帥仔 即是外貌協會 重量也很輕 拿出去也不會很重 雖然它沒有FILM機那麼有份量 因為有些人說它比起FILM機 膠感會比較重 但是因為它的重量比較輕 所以又有份量相對上比較難 所以對於這一部分我個人也會收貨 而在手感上因為它沒有手把位 所以拿上去沒有那麼有安全感 幸好它也有些防滑的表面去幫補一下 還有它說一句 它要帥仔 畢竟它是一部APS-C的相機 所以定位上不算太高階 我覺得適合一些便攜 即是拿出去拍攝東西 又或者去旅行不想拿太重的相機 在借機的時候 它就借了這個16-50mm的KID鏡給我 它另外還有一個KID套 是28件白光圈 不過我這次沒有試過定焦 就試這支便焦鏡了 現在就來看看它拍照的效果 它的對焦速度都OK 一按就可以focus到相對焦的主體 另外開手動對焦都有風格設定 它好像有三種顏色 那我就選了紅色 手動對焦的時候就更加容易看了 我覺得用這部相機拍攝比較靜態的東西會好些 例如拍攝人、野食、花花草草 加上去不算很重 不會很難拿出去 片頭的相片和剛剛的相片都是沿途 那我再輕輕調一下色 就可以鋪上了 另外它也有些縮時拍攝 定時拍攝等等的功能 而用這支16-50mm的KID鏡子拍效果是這樣 看到我的頭佔張相片大概四分一至三分一 不過如果長時間拍攝 身長的手拿著都有點累 而以下就是16mm和50mm的對焦距離比較 拍片方面去最高可以拍到4K30p 而FHD就可以去到120p 它有電子防震 可以看到也有少許分別 不過效果不算很明顯 它可以利用藍牙或Wi-Fi 直接把相片送回手機 如果想隨時鋪上也挺方便的 另外你也可以買一個配件 就是這支腳架 它中間有一個遙控 連藍牙之後就可以直接用遙控 去螢幕控制這部相機 整體的操作也挺流暢的 好 最後 第一 它的外型很合愛口味 因為有些人其實不在乎相機外型 是比較注重功能上的東西 但其實也有一批人 喜歡這些很漂亮的相機 拿著就很開心 這部相機很明顯就是一個類型的相機 在定位上不算太高階 不過一些基本功能都很提出 例如可以設置自訂件 設置封席 然後設置封席 4K等等 重量也可以 可以拿它出去旅行 或者外出拍照都不會很重 比較適合一些 跟女朋友外出 或者跟朋友去旅行 慢慢去記錄一下你生活 因為它是一些轉盤的設計 基本上不是想要很快速的工作机之类 是比较适合生活使用的相机 讲了这个脚架 这个脚架整体的设计是挺喜欢的 因为这个遥控房的中间 没那么容易不见 又或者没那么容易不记得带它出街 在使用上连接上也是顺畅 使用感觉是OK 只不过因为这个脚架始终比较小 虽然它很便宜 变化上没那么大 放了相机在这里之后 你可以调调的高度 又或者角度 都不是太远 所以大家就视乎自己的使用习惯 去想会不会加购配件 好 今天的影片就来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欢就给个like 之后就可以去看看我的社交平台 我们很快就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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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